你昨晚答应过 不再强迫我 我哪有强迫你 是你昨晚睡着了 主动骨骂我怀里的 老婆带人息怒啊 再也不敢了 你放心 我答应你 一定会做到 秦也 你叫我过来 是为了看这些 少儿不义的画面吗 没关系 他叫楚明序 是我的好朋友 采灯现在心理状况 有危险 有危险的话 会危及生命吗 不会 但是他会伤害你 只要他没有危险 我倒是无所谓 哪来的直升机啊 你不是说 只要找到采灯绝对信任的人 或许就能帮他找回记忆 我把采灯的爸妈 接回来了 爸 我的女儿在哪里 她真的还活着吗 怎么回事 三年前你告诉我 他们母子出世过没了 现在你又说还活着 到底怎么回事 爸 妈 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母子 我现在来不是替你道歉的 孩子可能真的没保住 采灯他 已失忆了 失忆 这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心理医生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楚明序 刚好爸妈回来了 会许采灯能想起些什么 都是我的错 用蓝的阳光 把你侧脸点亮 你的声音好想你 准处一招 白色的夕阳 把山影全都在 替你保存在蓝色 其他人讨厌 谁讨厌 谁讨厌 试试这个 你以前最喜欢吃的 我不喜欢吃 你以前最喜欢吃的口味 我的眼睛 谁能帮我洗洗眼睛就好了 活该 吃了这么多冰淇淋 我们去外面走走吧 孩子肯定是没了 现在采灯失忆 不如就暂时瞒着他 免得他伤心